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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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胶 你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你还有什么未知的秘密 准备反噬吞没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傍晚六点 距离下班只剩三十分钟 幼儿园园长李山要说故事忙行政 就连清理环境也要自己来 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就会需要 可能你刚刚看到的就是一地的混乱 然后或者是小孩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会协助处理 李山的先生陈涛影 光是在家里 按那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 已经是筋疲力尽 我不跟你玩 我要两杯生素鲜奶茶 对 然后要去冰三分茶 谢谢 然后这是焦麻鸡饭 然后跟咖喱和水 跟绿咖喱和水 弟弟你要拿吗 这个面面要吗 李山夫妻俩的小日子 是每个现代家庭的缩影 心里就在工作 育儿 天天像陀螺般转个不停 每天回来都大叫 我觉得只要是上班族 回到家都会想要休息 因为工作的繁忙都是很紧凑的 你回去就是想 我想要让我坐一下 躺一下 好吗 对 就是也不会想要煮饭 或是做家务 一顿外带的晚餐下来 塑胶袋 纸餐盒 直碗手摇杯吸管摆满了一桌 吃不完的还用保鲜膜包起来保存 这是台湾家庭的日常 这些一次性塑胶容器 盛装美味的外食 省下煮饭洗碗的功夫 让为人父母能喘口气 养大一代又一代的未来动粮 塑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 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现在它有更新的面貌 出现在你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刚过梅雨季的台湾 从上游不断冲刷而下的垃圾与漂流物 有经验的船长目测绕行航道 避开潜藏水面下的巨大障碍物 每个月淡水河有两天最大涨潮机会 除了捕鱼山板外 中型船舶能从河口行至中游 再利用潮汐涨退约四小时时间 随退潮返回 德国籍的孔艳祥博士和助理 必须抓紧时间 8、7、6 所以我们用这个曼陀链 这个裙子只能防止 大型的东西进入 我们不想要这个大型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接线 这个是最后的链 然后我们把这类型的袋放进去 这将会接下来收集 据着水流 这具手工改良打造的MentaNet 外形与原理是模仿海洋生物 轰鱼所设计的装置 目的是收集河川中的塑胶微粒 什么是塑胶微粒 一般小于0.5公分 比米粒还小 就算是塑胶微粒 现阶段国际间 大多关注海洋环境里的塑胶微粒 对于河川很少有研究 孔艳祥博士可以说是 这个研究领域的前驱者 我比较理订阅 计划木粒在哪里 然后黄粒在哪里 交iance上そして 如何交易 所以从哪里 将来到哪里 塑胶无所无在的日常 究竟是从何时开始 1907年 比利时学者李欧·贝克兰 首先制造出不存在于自然界的合成聚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 塑胶开始被大量用来生产军队用品 随着战争进入尾声 塑胶也从战场进军人类的日常生活 台湾也是塑胶王国 因为我们的石化原料 我们的石化原料大概就是可以作为塑胶 也可以作为燃料的原料的量 大概一年是1200万吨进来 可以用作塑胶制品的大概是285万吨左右 285万吨等于是57兆个塑胶袋 也等于两个台湾人后的总重量 为何我们这么爱用塑胶呢 因为塑胶制品它有直清 易加工易塑型 还有抗潮 抗湿 耐摔 而且塑胶就很便宜 和金属木头不同的是 只要在制造过程加入添加物 塑胶就能任人捏圆 搓扁 软硬自如 便利和便宜的塑胶 自然成为我们的最佳帮手 打开了 哇 当时塑胶 全部拿出白啊 正因为塑胶无所不能 所以无所不在 我们身处在塑胶世代 塑胶有几千万种 为了方便分类 美国率先在1988年赋予了塑胶制品 7个编码 台湾也在1997年引用 对于一些塑胶的材质 其实我们有很清楚的分类 有个三角形的符号 里面有阿拉伯的数字 1234567 厂商在一开始 他就要表示清楚 不同材质 对我们消费者很重要 它代表不同的耐热程度 在长期研究毒物的 严宗海医师眼里 台湾人爱用塑胶 却不够了解塑胶 我们的塑胶店很多 都是P13号 便当盒 里面其实有个塑胶膜 它是4号 所有边饮料的塑胶材质 还有包括这个塑胶杯 还有这个盖子 一切都是5号 就PP 一旦塑胶制品的使用方式 稍有不慎 原本一家四口 享受天伦之乐的空间 就会沦为危机四伏的毒窟 像我们的保鲜膜PVC 它是属于3号 就要很注意 它都不耐高温 它只大概60到80度 家里的剩菜 有时候你进微波炉加热 其实温度蛮高的 你的食物就污染到塑化剂 有个美奈米 它是7号 家里有幼儿 就担心说我用玻璃 用磁器 搞不好小朋友会打破 大家就想说 我用个美奈米7号 美奈米其实它也不耐高温 像美奈米的塑胶碗 它不会有塑化剂问题 可是高温也可能会融出 3G氢胺 复杂的塑胶使用守则 是否让你眼花缭乱呢 塑化剂 三聚氢胺 都是塑胶制品的添加物 2008年中国三聚氢胺毒奶粉 2011年台湾塑化剂事件 接连引爆的食安问题 对人体的伤害 相信台湾人记忆游身 尽管事件已远 但塑胶添加物依旧在 塑胶看似便利省钱 背后潜藏的代价 不是你招惹得起 既然免不了使用塑胶制品 李山用完后都会尽量做好分类回收 让塑胶资源再利用 做分类回收 是每一个台湾人从小扎根 扬名国籍的环保力 但塑胶的回收率却低到不到两成 是什么原因 让李山辛苦回收做了白工 为什么有八成的塑胶 进不了回收体系呢 这个答案 每天收民众回收物的清洁队最清楚 每天下午五点 新北市树林区的清洁队 就会沿着大街小巷收民众的垃圾和回收物 我们礼拜天休息嘛 所以说垃圾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现在防疫期间 大部分大家都在家里煮东西的 所以说家里产生出来垃圾跟回收厨域都会量很大 新北市是全台湾垃圾量最大的城市 2018年 2018年一整年丢出153.7万公吨的废弃物 包括许许多多民众分类的回收物 但如果你以为回收物上了车 就能顺利进入回收体系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 回到资源回收厂 这些部分彼此全装成一袋的回收物 还要靠清洁队员的万能双手进行细部分类 因为民众现在在分类当中 它没有做好分类的动作 分类的东西 它就没有从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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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家庭之类的东西 它都这样偏偏整队来 这是目前我们睡觉的部分 这个梁大概有两天的梁 今天我们刚才协议到 星期到星期到星期这两天 不久的时间要睡觉了吗 一般我们是差不多两点钟的时间 两小时两百人要分类十九万个树林人制造的回收物 你觉得能分得多彻底 首先被放弃的就是量大而脏污的塑胶 目前最困扰的话就是民众还是普遍在使用塑胶袋 目前的塑胶袋都是属于比较脏的啦 尿布啦 便当没有吃完的剩菜啦 民众还是会丢进来啦 我们也是当成垃圾把它拿去文化炉丢掉啦 把脏的塑胶丢上资收车 就以为尽到回收责任的人 就是把塑胶回收率打到低于两成的元凶 不回收 塑胶能去哪里 有一种去处叫做掩埋气质 这是早期台湾人想出来的办法 全台有六十八座掩埋厂还在营运中 大都射在海边 掩埋厂堆到爆满 最终还是挖出来处理 光是一座内湖掩埋厂就花了八年时间 挖出了两百万立方公尺的垃圾 能填满一千零六十座标准游泳池 绝大多数都是塑胶 每年有八百万吨的塑胶流入到海洋 那也有很多塑胶其实是在环境中造成很多的污染复合 石化原料做成塑胶制品 经过人类使用后有三个处理方式 一是不到两成的回收 二是粉烧 三是掩埋 你以为塑胶的旅程结束了吗 并没有 塑胶不会消失 你知道接下来塑胶会用什么方式 出来跟你say hello吗 有时会惊讶我 有多数码的垃圾在海洋 我感到疯狂 为什么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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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我们要做一个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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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转到这些小鸟 是同一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试试, 最好是最好的方法。 哦,不太多…… 可能我们可以去……啊…… 不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放它它。 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它是…… 我们可以让它更短,它的针。 那是OK的。 这里只有1、2、3 1、2、3 然后我们要写一下 1、2、3 是个位置 我们要写一下 我们要写一下 因为接下来会写一下 XD XD D H 好 淡水河流域 北台湾主要河川 居住仅700万人口 密度之高占全台三分之一 我们很好奇 淡水河上游是石门水库 翡翠水库 两大重要水源区 总长159公里 这段西奔向海的旅程 究竟吞进了什么 3、2、1 得了 4、1 3、2、2、3、8 2、3、4、4、5 一切都會用一切 其實這裡有很多 所以這個白色是肥 這是從家裡 當你清理菜式 或是煮的油 你把它放進水裡 這裡可以出來了 好 走吧 一分鐘 一分鐘 這是孔雁祥博士 帶領團隊第二次出船 研究任務首次針對 臺灣河川環境進行研究 我們認為 地球的濃度 但主要是地球的濃度 在河裡 是一種主要的 化粧化的濃度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在達漢河河 有很多的濃度 同樣在吉隆河河 有很多的濃度 濃度的濃度 比在新年河河河 有很多的濃度 在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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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己取了濃濃 中國味名字的 孔雁祥博士 是臺灣女婿 現階段 她是台大地質所 博士後研究員 定居臺灣九年時間 幾乎跑遍臺灣周遭海岸 研究古老地層 一個驚鴻一瞥 竟讓她跨界展開研究之旅 未來有很多的濃度 而有很多的濃度 在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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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許很多小的濃度 在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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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如何處理到台灣 而我沒有找到 那些細土 所以我本來 我的自己的研究 这次我们想研究 与河水和微粗製 我们想看看 如果有粗製的污染 是否有粗製的物件 到底塑胶微粒污染 有多严重 2019年 荷兰的海洋捷径基金会 发布全球十万条河川 入海口动态侦测图 红圈标示出 一千条河流 是污染最严重的前1% 而这1%的河川 却合力贡献海洋 高达80%的塑胶微粒污染 而台湾的淡水河 也在前1%榜上涌 如果我们在寸山里 我们在寸山上 有些地方是完全装碎的 把它蓄上 所以你说还没工作上沿打 不过 仅时突然有最多 陶飞浮污染 气质海滩上的塑胶垃圾哪里来 下一站将往哪里去 塑胶维力还有什么不可知的危害呢 塑胶在裂解成维力的过程中 会像海绵一样 吸附外在的污染物 而当初产制塑胶时 添加进去的塑胶剂 在裂解的同时也跟着溢散出来 最后这些维力塑胶剂 会进入你我的体内吗 洪娇姐你好 她也是台来塑胶的 这是我们的塑胶单 总共三个简体 对对对 麻烦你们检验了 好 没问题那我再拿去实验室了 为了了解生活中塑胶成分进入人体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将李珊及先生陈涛影 大儿子陈佑润的尿液检体送到实验室检验 检测内容是常见的五种塑化剂代谢物 从代谢物的数量可以回推李珊一家人摄取了多少塑化剂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李珊一家人将要度过三天的无素生活 将想得到的塑胶制品全都拿掉不用 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怎样的变化 你看到的 因为很多种类似的零块 而这些零块是很容易的 因为它们有非常特色的色 像是绿色或绿色的 OK,这里有很多零块 这里是绿色的绿色 这一种很漂亮 这种形状的形状 还有这些钞子 这是很普通的工具 这幅度是4至5mm 这是很大部分 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小树枝 显微镜底下仿佛大千世界 这些是平凡的东西 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东西 最多的东西是纳粹的材料 像森林的森林或森林 这些东西是在森林里的森林里的森林里的森林 我看到了一森林吗 没有,我们没有森林里的森林 太厚了,我们只收拾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找到 太厉害了 一只短短五公分的树枝 就粘连十几片塑胶为例 当我们将这些孔雁祥博士 搜集来的塑胶碎片 放在三角棱镜下 缤纷色彩,铜趣十足 让人会心一笑 还有小续细彩 这些是生产了一块的小组 的东西 这有小组细CAD 但当我们拉回线时 塑胶微粒并非自然产物 经过日照紫外线 风力水力 还会继续裂解成 碎片 颗粒 胶片 保利笼碎粒 甚至比头发还细的纤维继续履行 像这样的碎片 来自常见的塑胶袋 颗粒状来自塑胶瓶 而纤维是来自人类洗衣服后的排放 孔彦祥博士研究塑胶微粒 从沙滩往源头 延伸到河川 累积的经验值 光是看颜色外形 就判断出流浪的旅程 这一半是新鲜 它是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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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半是新鲜的 这一半是新鲜的 你仍然看到 这些是新鲜的 它是新鲜的 在河川 我们有很多 分色的 因为从河川 离不到的 我们不见到 分色的 有另一个 是白的 木头 它从一个 91 所以在台湾人们使用这些棉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棉帽的棉帽 这些棉帽,这些棉帽是很普遍的棉帽,你会找到棉帽 因为棉帽是棉帽的棉帽,你会看到他们的棉帽 没有人做的棉帽,我们做的棉帽 我们知道棉帽的棉帽 在棉帽的棉帽,我们做的第二个棉帽 我们也想学习更多的棉帽的棉帽 究竟塑胶微粒携带了哪些污染物? 在台湾是一门全新未知领域 吸引着孔燕祥博士带领团队,准备投入好几年深入研究 人们在学习水质量的水质量 看着水质量在水质量 但微粒携帽子不是一质量,而是水质量在水质量 它可以帮助污染 如果知道海水质量被污染,它会帮到海水质量 如果它禁止污染,它会帮到海水质量 和水质量的微粒供我们饮用 環保署2018年也公布 台湾一公升的自来水当中最多有六根塑胶微粒 海水最多有18.5个塑胶微粒 沙碳一公斤有2.4个 养殖贝类一公克有5.2个 清华大学绿色质朴实验室也在2018年发现 食盐中有塑胶微粒 国内外越来越多新发现告诉我们 不管是淡水水域,海洋和水产物种 都已经被塑胶微粒入侵 喝这些水,吃水产动物的人们 要不要开始担心塑胶微粒的进攻 爆表,整个黏在这边 还比这个蓝色还要多 可是我很认真 比山家无速生活的第一天 为了符合实验原则 他用保温瓶装饮料 并先用玻璃保鲜盒装饭 之后再到自助餐店用容器装菜 一顿外出的野餐 一家人用飞塑容器一起健康吃饭 但改变总是让人难以适应 昨天祈祢馆上就在想说 便当盒会不会补购 结果昨天晚上就有稍微翻了一下 还好还好,至少有五个 然后再来就想到小孩如果要吃零食 发现真的没有小的零食盒 所以我就有跟他们说 既然就是要减塑 那我们就也不要吃零食 好了,就跟小孩沟通 真的蛮不方便的 因为到处都是塑胶 就连早上连今天想到会有来到砂坑 会有玩砂工具 然后玩砂工具都是塑胶的 为了避开塑胶 小朋友只能玩飞塑游乐设备 哎呀,刚刚力气用完了 我抓很紧 你要自己用力不是我抓你 你上来啊 回到家中 尽管在外一天已经泪滩了 为了照顾全家人的胃 爸爸还是立刻煮晚餐 这个 我帮你放呢 这边吗 这个 那这个要先放这边吗 好 我车走了 而在客厅的妈妈和小朋友 在拿掉塑胶地垫的地板上 一起玩木头玩具 就连餐具 李山夫妻俩也特别留意 不用塑胶碗盘及汤匙等 一家人努力无塑 希望得到很好的成效 但最后实验结果却证明 我们太天真了 也许你会问 塑胶微粒进到人体又如何 令人担忧的是 塑胶往往不是独自前来 而是会呼朋引伴 长期研究塑胶微粒特性的日本学者 和高田秀仲 曾在日本东京湾 洒入干净的塑胶微粒做实验 他发现 塑胶微粒容易吸附污染物 像是多氯联本 DDT等等 更可怕的是 塑胶微粒的污染物浓度 比周围的海水高出百万倍 根据长期监测淡水和水质研究的学者指出 对人体危害最大的重金属 红与深的浓度 一直是超过饮用水标准 当塑胶微粒展开旅程 悠游河川中 它们相遇后的剧情将会是 常自然人货هم 当製黠脂 Philosophy iders的硬化 什么事情 令人象下壮的人 产人谈了 因此 Stalin 穴 他多的是 所以 两脆事 在 00二时候 危险 第二 第二个是人们吃的危险 会更高 经过了三天认真的无素生活后 我们再次检测李珊三人的尿液 结果 不但大出李珊一家人的意料 对我们而言更是 检测完之后这个爆表 整个黏在这边 还比这个蓝色还要多 可是我很认真耶 我都没有用塑胶耶 不会很认真啊 知道这五个代表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案子是一个蛮有趣的案子 第一个NMP NMP主要是用在杀虫剂的种类 可能需要注意到是不是有常常 涂入在杀虫剂的环境中 那第二个主要是用在化妆品跟香水 或者是一些个人用保健用品 像沐浴这些都有可能 洗髮精这些都有可能 第三个主要是用在保鲜膜 所以可能 第三个是保鲜膜 目前现代社会可能微波食品的增加 保鲜膜的使用可能也是要注意的 检测结果超出李山的预期 五项中有四项 不减反增 其中第二项MEP更是高出最多 到底是来自生活中哪些东西 根据文献 MEP的检测的确是在女性会比男性要高 因为使用香水或者是使用洗髮精这些方向制品 我记得那中年我有去给人家洗头 然后我去给人家洗头 但我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 而爸爸陈涛影的结果 第二项一样有增加 第四项不知为何也明显上升 不晓得这位爸爸可能家里有铺地毯 或者是说比较惨开车 坐椅的皮革那些 因为接触或者是呼吸 进入到人体 所以导致他的量不减反增 我看那个方向反 方向反 这有可能 这有可能 无数实验 表现最好的是五岁的陈佑任 除了第四项和爸妈一样 有增加之外 其他四项都减少许多 可以凸显出父母照顾 真的对小孩子的影响蛮大的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素质几乎都降 而且都降得蛮明显的 除了第四样之外 第四样的样品 他就是用在人造皮革 比如说或地毯 或者是汽车座椅 因为我们还是做沙发 对不对 所以 皮革耶 皮革这个就是啊 结果不如预期 唯一让人欣慰的 是第五项带线物 三个人都大幅减少 最后一项NEHP这个来看 表示呢 它的减速生活 其实它有特别注意到一些 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用的塑胶制品 因为这个DHP这个呢 是很广分使用在塑胶袋里面 我有一个问题耶 是摸了就会 没有吃 所以我摸了去洗手 塑胶剂在人体它不会残留 可是如果说你每天 你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每天都借出来塑胶剂 就每天暴露的话 因为它是环境荷尔蒙 它还是影响内分泌的表现 今天我吃到什么东西 有塑胶剂 DHP 大概过了半天 它就减少一半的量 所以说我们它只要这两三天 没有碰到 它就完全排出体外 这些有看没有懂的塑胶剂 尽管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当我们每天持续 暴露接触 对人体会有哪些威胁 虽然说它在我们体内 不会长急残留 可是如果说你每天接触 每天接触 所以你体内还是维持一定的量 因为它会干扰我们荷尔蒙的表现 小男生会女性化 小女生会性脚的时候 搞不好四岁五岁就来业精 乳房就提早发育 那自己成人化 有些塑化剂像DHP 也会增加乳癌的风险 回头仔细解释 实验家庭的实验前后变化 我们试着找出 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 实验那几天 李山打扫幼儿园较彻底 较长时间接触塑胶玩具和地点 此外 一家人外出 为了怕晒伤而擦了防晒品 最后 爸爸陈涛颖经常开车出门 增加接触汽车内装 及汽车塑料皮椅的机会 我们今天努力了 但是好像还不尽 就是跟我们原先预想的 也差蛮多的 就是我想说 应该是会有真的的差距 可是就没想到 其实就是其实不止 只有实物这一块 对 因为真的太难避免了 从结果来看 当初设定实验的无数项目 仅限于跟吃进嘴里 有关的饮食容器 却没想到 环境当中处处都是素 不管是素化剂 或是塑胶微粒 塑胶们同样无孔不入 除了陆地和水域 现在连空中 雨中 也相继发现塑胶微粒的踪影 美国洛基山脉的雨水中 发现塑胶微粒 大国毕里牛斯山的空气中 也发现塑胶微粒 虽然这些研究很短 为了示范 尽量的距离 但我们也认为 有任何机会保障 输胶微粒 塑胶微粒 它大概可以在25微米到100微米 那其实100微米以下的 它都会悬浮在空气中 所以塑胶微粒 它有这样的力静的范围的话 它悬浮在空气中 如果下雨 当然会把空气的塑胶微粒 把它冲下来 所以就会有下雨的塑胶微粒 还记得前面塑胶的未完旅程吗 没有回收的塑胶 一旦进入自然环境中 不断裂解化整为零 接着在大自然循环不息 有时随着气流四散 或蒸汽上升 当成云至雨 又下降到陆地和河流 往复循环 不死不休 而当我们把它吃进肚子 它也会在我们体内 展开一场小循环旅程 我们会把它带到身体 某一个比较不容易到的部位 还是累积在某个地方 然后释放出来 不过这个量应该都是很小 只是说 不排除 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 塑胶微粒带着毒物 进到人体内会如何 目前还没有研究证实 能确定的是 环境中四面八方包围我们的塑胶 微粒越来越多 我们摄入它和它的好朋友们的几率 也将越来越高 塑胶被大量运用了半世纪 以前我们只贪图它便利又便宜 却没有好好了解它 没为它找到一个好的去处 任它在自然环境中自生自灭 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 所以在前面 我经历过去购买 我只购买了装饭 我没有想到它 现在我尝试把自己的装饭 或至少减少装饭的装饭 我还没有购买太多水 或是装饭在装饭 我尝试用不少装饭 来帮我自己的装饭 或是装饭的 制造者当然有他的生产的责任 有他的设计的责任 有他的环境的责任 但是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可以去影响制造者 做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单一材质 我想要透明的 我不要彩色的 我不要那些复合材质的 制造商就不会去做 所以这个是全民一起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认识他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因为现在我们在做很多研究 但也有很多活动 去改变環境 去做什么对灵状 所以当我的孩子生长 他们可能会再生成一个清晰的环境 就越能采取正确的处置行动 是时候改变和塑胶的关系了 唯有我们越来越清楚塑胶的特性 就越能采取正确的处置行动 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和美丽的地球 面与塑画的危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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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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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